你好 欢迎收看12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2023花莲太平洋杯凤林阮氏网球国际锦标赛 9号到11号是在凤林正立网球场 凤林国小网球场热闹开打 包括了台湾 日本 南韩在内有10个国家超过200名的选手来报名参赛 各国精锐进出要争夺冠军的金杯 9号上午在凤林国小活动中心举行的开幕仪式 由中华民国阮氏网球协会的理事长朱文庆来主持 而县长徐正卫 立委傅坤齐等多位贵宾也都到场 花莲县长徐正卫欢迎来自世界各地参赛的软网好手 他致辞时提到凤林正是全国第一个 东部唯一获得国际慢城认证的乡镇 感谢教育部体育署以及中华民国软网学会的支持 让赛事能够在花莲举办 我们将凤林正的网球场地再透过全民运全中运 把它建制成我们的国际标准赛场 而凤林正也是花莲在培养我们的网球 以及软网的重要的大基地 所以我们感谢这一次的朱文庆理事长 还有赖甘狂副理事长 能够将这一次的我们的凤林正 我们的凤林杯的软网锦标赛 这个遗失在凤林 让我们凤林能够希望年年有国际的赛事 在花莲 教育部体育署长也表示 希望花莲未来能够与国内的运动单向协会 能够一起在花莲举办更多的国际赛事 希望我们花莲能够多多 跟我们国内的协会 能够一起来举办 在花莲举办国际赛事 那这次听朱理事长讲 很感动就是我们凤林正 这一次几乎是全员动员 大家不管是志工工作人员 都来全力协助这场赛事 真的非常的高兴 中华民国软网协会理事长 这次直接指出 透过运动赛事 促进国际间的互相交流 是最健康最直接的方式 一定能够为台湾 行硕真善美的国际形象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体育署 这边的支持 我们郑署长全力的支持 以及我们花莲县政府 这边还有徐县县长 以及我们体育会 还有特别辛苦的 我们的凤林正的这些 镇长还有底下的所谓伙伴 以及我们代表会 金融会全力的支持 能够促成这次的赛事来举办 地法委员复婚旗 放林站长林建平 支持时也均提到 凤林正在108年 办理第一届的软网国际赛 并打响了凤林正的软网名号 在凤林正的国中小学 积极推动软网的风气之下 各局赛事均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凤林正公所在这个比赛里面 扮演了一个近地主之宜的角色 那在这边请欢迎我们来自世界各国的选手 能够在这次的赛事里面 以球会我又会有来享受比赛 虎尔五年再次举办国际赛事 相信此次来到花莲参赛的各国软网好手 都能在凤林曼城赛场上 尽情的发光发热 记者凌桀 凤林正 蔡蓬我到